一艘大陸級快艇14日下午 在台灣的金門海域越界捕魚 遭到海巡署觸動驅趕時 因為拒絕接受登船領檢 海巡船艦隨即和這艘快艇 在海面上載快追逐 也由於快艇蛇型巨檢 在追逐過程中不慎反覆 造成四個人落海 巡航艇立即展開搜救 陸續救其四個大陸漁民 其中兩個生還 目前在本隊進行徵詢 另外兩位經過緊急送往 屬立即衛醫院機秀 申告機秀無效的死亡 那全案我們會放棄 立結束警察官來饗宴 以過後數的歌唱 為什麼看中國的漁民 就是漁船翻譜 然後照他們的死亡 然後中國國台辦批評說 是民進黨粗暴的對待他們的難度 現在還在春節期間 剛開春就遇到這樣的憾事 基於人道主義我們感到非常的遺憾 因為這個漁民大陸漁民業界捕魚 造成這個不幸有人落海身亡的事情 如果說大陸方面的話 相關的家屬有需要協助的話 我們也會盡全力來協助 也請移民署這邊多多幫忙 如果家屬後續有需要來這邊 辦理相關的這個後世的這個事宜的話 金門跟大陸距離非常的近 許多相關的議題 包括民生議題 經濟問題 包括這個海域的這個捕魚的問題 因為是實在是相當近 所以長城彼此之間 有很多的需要溝通往來的地方 我覺得兩岸之間的這個溝通往來的機制 一定要建立 不然這種漢市恐怕會不可避免的一再發生 會讓人家感到遺憾 我想這個海巡署 當你做了當時這個執行職務的過程的報導 的新聞稿了嘛 還有什麼問題嗎 因為國台辦對這件事情 也有做出一些看法 我想他們一定會有關鍵他們的人民 越界到我們這邊來補儀所發生的一些情形 我想他在新聞稿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那希望我們這邊如果調查的結果 如何能夠提供給他們 那我相信我們的海巡署呢 這個已經將相關的基本的情節呢 都報請檢察官來指揮了 我想因為我們調查一段時間 有結果之後一定會通知對方 那會不會這邊有持續 還是在當時的情節呢 我想我們都保持跟海巡署 跟對岸也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 那我們也及時的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情節 所以那陸客團平召 那是不是要在恢復兩岸觀光交流 看起來遙遙無事 我想基本上整個球是在對岸 因為我們從去年的8月23號 我們就已經宣布了 那能夠生效的時間點 就是他們開放他們的陸客到台灣來旅遊 我想這基本上是一個平等互惠 那我想也對國內 自己國內的業者會有一個交代 不然的話如果只有我們的人出去 那我們國內的業者恐怕也會 向政府抱怨說 那你都鼓勵國人出國 那國內的旅遊要怎麼樣來照顧 我想這個都是要同省 同樣的來做這樣的一個對等考量 所以我傳出之前就是針對說要開放的部分 然後總統是有不開心 那是不是說 你說總統這樣 剛剛你是沒有先跟委員會 基本上8月23號 大概各相關單位在國安會的會議裡面 都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基本定調 那我們當然期待對岸能夠有比較善意的 這樣的一個回應 但是很可惜的 不管是一個月後我們大概各項的準備都差不多了 那當然是以當時對岸在2019年 他控制他們的人數到台灣來的人數 我們作為這樣的一個基準 那如果能夠善意的對應 那我們都會將人數再做這樣的一個調整考量 但是所有的調整包括時間 包括人數基本上都是要由交通部跟官方署 做好評估之後 那報國安會來做最後的確認 那所以我想基本上各項的考量都還在評估當中 好 謝謝主委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有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